齐桓公大度用人成就一代罢业 你会重用差点杀了你的人吗 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是惊险继位的 管仲曾经为了他的主子公子鸠 射杀了齐桓公 为此齐桓公不喜欢管仲 但是通过报书牙的劝解 齐桓公大度启用了管仲 这其中缘由还得息息到来 齐湘公是一个无道的昏君 当时的齐国有两位高瞻原主惊天伟地的人才 一个是管仲 一个是报书牙 他们两人商议说 国军如果再这样混乱下去的话 必然会丧失政权 齐国的各位公子中值得服务所的 只有公子鸠和公子小白 我们各侍奉一人 先得志的一个就招揽另一个 他们说的公子鸠啊 是齐湘公的长子 是鲁国女子所生的 公子小白呢 是次子 是吕国女子所生的 于是报书牙跟随公子小白到了吕国 管仲呢 跟随公子鸠到了鲁国 齐湘公的昏庸啊 终于引起了群臣的愤怒 他们发动了兵变 杀了齐湘公 立公孙吴之为国军 随后不久 公孙吴之也被刺杀了 众大臣派人去鲁国 迎公子鸠为军 公子鸠就带着管仲 在鲁军的护送下 向齐国敬发 却说这公子小白 在鲁国听说 齐国国乱无军 也就于报书牙 记忆 向旅国借得兵车摆成 也回齐国争作国军 这样呢 兄弟两人之间 发生了一场恶战 战斗中 管仲亲手 射了公子小白一箭 使他受了伤 但是最终还是公子小白 杀了公子鸠 做了齐国国军 也就是齐桓公 这报书牙 是齐桓公的功臣 很受桓公信任和敬重 桓公任命他 做了军队的统帅 这报书牙可没有忘记管仲 找机会向桓公推荐了管仲 起初桓公不肯任用管仲 因为他曾经与自己为敌 还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报书牙就向他解释 管仲和我当初是各位齐主 并没有错 要想干大事 就必须心胸开阔 齐桓公仔细一想 觉得报书牙说的话很有道理 他想让齐国强大起来 必须能汇聚人才 不能计较之前的仇恨 毕竟管仲当时也是为了他的主人才 设伤了他 于是齐桓公接受了报书牙的建议 不但接受了管仲当他的臣子 而且还果断的任命管仲为相 而管仲也积极的辅佐齐桓公 竭尽全力的为齐桓公管理国家 助齐在齐国推行改革 实行军政合一和兵民合一的制度 使齐国逐渐强盛起来 管仲与报书牙一文一武 帮助齐桓公最终成就了齐国的一代的霸业 于是才有了后来 齐约及鲁宋陈卫正许等国进行优地会盟 在会上齐桓公被推为盟主 齐桓公在列国中确立了霸主地位 齐桓公大度重用管仲 是很值得吸取的管理经验 想成就大业就必须大度 要有宽阔的胸怀 有大的气量 不能为以前的过节而耿耿于怀 不能因继前仇而误了大事 齐桓公大度重用层 设伤他的管仲 李世民不计前嫌 重用层是政敌的卫章等等 都表明了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就必须心胸宽广 能容纳唐人所不能容纳的人才 即便曾经是敌人